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离开人世整整三百年 那么这位画家是谁 他与澳门又有怎样的渊源呢 今天就让我们去澳门走一走 为您讲讲一位传奇画家的澳门故事 澳门位于中国的南海之滨 珠江口西侧 东西方文化在澳门相依共存 这里的建筑既有古色古香的庙宇 也有庄严肃穆的西式教堂 让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更具文化魅力 眼前这座现代风格的建筑 是位于澳门新口岸的澳门艺术博物馆 2018年秋季 于山春色无力逝世三百周年书画特展 在澳门艺术博物馆举行 展览的主题是余山春色 余山是无力的号 无力本名启力 公元1632年出生在江苏常蜀 清朝初期画坛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他与王石敏 王健 王元祺 王辉 及运寿平 合称清六家 又称四王无运 今年是无力逝世三百周年 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 辖下的澳门艺术博物馆 特别为无力逝世三百周年 做了一个大展 叫余山春色 集合了故宫博物院 上海博物馆 还有香港艺术馆的作品 包括香港艺术馆 写出是特别珍贵的 无力在澳门留下的三十首诗 就是一整套的诗策 给我们拿过来展出 应该来说我们余山春色 这次大展呢 是前所未有一个展览 这次展览展出了无力 以及他的老师朋友等 清代名家的作品 共八十四件 其中最著名的画作有 白富盆江图 丰西惠琴图长卷 胡天春色图等 每一件都是无力传世画作中的精品 尤其是胡天春色图最为有名 专家在展览现场 介绍了这幅画作的特别之处 无力作品大概也就百来幅 那么这次展厅里边 将近有六七十幅故宫上播的 也就是无力的 传世作品的精华 现在都在澳门 那么这幅画 它是这些无力作品当中 唯一一幅 它是和西方交往的一件作品 因为这幅画 它是送给一朋友 这个朋友叫鲁日满 他是一个比利时的人士 也见证了就无力到澳门 进行对外来文化的 一种交流的一个见证 在他绘画当中的唯一一幅 这也是这幅画的一个亮点 那么出生在江苏常熟的无力 为什么会认识比利时人 他又为什么来到澳门呢 这还要从无力曲折的人生经历说起 无力第一个本命年时明朝灭亡 没多久 他的父亲去世了 家道开始衰落 无力31岁时 他的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 人生接连的打击 让无力对西方宗教产生了兴趣 后来他认识了比利时人鲁日满 多年以后无力又随同另一位外国人 博英里到了澳门学习神学和拉丁文 在秦朝统一中国的时候 澳门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版图上 明朝时葡萄牙人通过海上航线来到了中国 成为最早一批登陆中国的西方人 清朝时澳门作为中西贸易的口岸 曾是商人们的天堂 却很少有文人去澳门 而无力在澳门逗留了将近四年的时间 那么当年他眼中的澳门是什么样的呢 澳门因为独特的历史成为清朝初年 西学东建的植入点 很多外国人都以澳门作为第一个落脚点 他们在澳门建教堂 医院 文化设施 使西方文化首先扎根澳门 澳门的标志性建筑大三八牌坊 他的前身是圣宝路教堂 于1602年开始修建 属古希腊式建筑 可惜教堂后毁于大火 仅遗存钱币 成为澳门最著名的古迹遗存之一 圣宝路的音译与中文三八相近 又因其形似中国传统式牌坊 故被称为大三八牌坊 清代画家吴丽曾两次前往澳门 前后在这座教堂居住了四年十九 他在康熙年间 大概是1680年到1681年之间的时候 他来到澳门 他来到澳门的时候 他本来就跟着比利时的神父 要去欧洲 但是因为他门认为他年纪比较大了 所以他就留在澳门 根据他的记载的时候 他住在澳门的大三八旁边里面的 叫做圣宝路修院里面的二层 吃住 就是睡的地方也在这边 平时就是学拉丁文 还有学神学 之后呢 美斯卡的时候就看着海来度日 他曾经谈到就是说 究竟海呢 危险还是人世间的危险呢 所以他一直在思考那种人生 当年圣宝路教堂是澳门最高的建筑 吴里在诗中写道 第二层楼三面厅 无风海浪四雷霆 在厅滔万海之余 吴里也很想念江南的朋友 白富盆江图和湖山春小图 都是吴里在澳门时完成的作品 吴里人在澳门 他将这两幅画分别寄送给了 在江南的朋友 以此联络感情 有趣的是 吴里在澳门期间 他在诗集和画作提拔中 零散记录了一些 他在澳门的所见所闻 比如 他有这样的描写 如无相见客 必整衣冠 此地见人 免冠而已 托帽为礼 中国人初见 甚觉稀奇 另外 因为他接触很多外国教士 洋语洋文很不习惯 所以他在诗中写道 门前相遇各西东 未解还叫彼可通 我写迎头君鸟爪 横看直视更难穷 吴里以生动的语言 继续了当时当地的风土人情 也成为今天的人们了解 澳门历史形象的一种参考 吴里在澳门度过了近四年时光 在西洋文化的长期进染下 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洋艺术的影响 那么在此前后 是否影响了他的绘画创作呢 这幅胡天春色图 是无历中年时的作品 也是他一生绘画鼎盛时期的代表作 画面真实地描绘了江南水乡的起立春色 画家似乎就站在小山岗上 俯视湖岸的一角 但见弯弯坡岸上的柳树 鹅挪多姿 树下布满绿荫 水塘中芦苇丛生 有鹅在游动觅食 几只春艳欢快地掠过水面 朦胧的远山起伏 似乎被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烟雾之中 画的近景以高大的柳树为主 渐上渐高 沿湖一圈 远街青山形成了一个S形的构图 我们认为这幅画的构图非常特别 它没有采用传统一贯的闪点透视 而是它有近大远小 近处画的细节非常丰富 远处慢慢渐退 慢慢朦胧 所以有一种空间的众生感 那么这种我们认为在西方的焦点透视力 用得比较多 所以这幅画从这几个方面看 就是武力它一生当中最有创造性的阶段 也是它奠定它清除六加之一的基础 胡天春色图在色彩上也不同于传统山水画 显得格外鲜亮 有人说画面工整与细腻程度参照西洋画法 但是武力本人对西洋画的看法其实另有眼光 他曾在提拔中谈到东西绘画差别 他认为西方绘画仅在阴阳向背形似苛就上用功夫 非牙赏也好骨者所不取 而中国绘画不取形似却是神意之作 可见他对西画并不推崇 所以武力七十岁那年从澳门返回内地后 行笔作画依然保持文人画的风范 而且更注重传统笔墨 这幅恒山情矮图是武力晚年的代表作 画作色彩清淡 平白质朴 这幅画创作完成数日后 武力又在原本写了很长的提拔后面添了几句 他写道 与数日前颇掘万利比见 言语间有一种不服老的意味 1718年 武力在上海去世 终年87岁 三百年后的今天 武力的画作又回到了澳门 人们在画中看到清代山水的雅致 也品味着画家的澳门情怀